老王在百花商场买了一台窗室空调,不管怎么调试,这台空调就是不值了。 安装人员担心这样会把商场的牌子搞砸,便急忙给总经理去店说明了情况。 总经理问了客户的详细住之后,说,你不要离开客户家,我一会儿就到。 30分钟后,一辆面包车停到老王家的楼下。 冰包车前面的玻璃窗下挂着一条黄漆还未干的红色布斧,上面写着向顾客发奖五个大字,车上放着欢快的音乐。 总经理和两名迎宾小姐抬了部新空调下的车,装空调的纸箱上放了一个大红纸包。 总经理握着老王的手说,我今天后来向你表示祝贺,祝贺你获得我们商场里的第一个大奖。 老王莫名奇妙地说,我买了你们的次品,怎么会获奖呢? 总经理说,我们商场内部有一条规定,哪位顾客从我们商场买到假货、次品,我们除原价推换外,再另外奖励给五千元。 可商场开业以来一直没有遇到这种情况,今天你是我们商场的第一个领奖者,他把五千元的大红纸包交给了老王。 这件事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反响,百花商场在人们的心目中信誉更高了,生意更红火了。 其实,百花商场根本就没有这条规定,只不过是空调出了问题后,总经理随机应变,及时采取的补救措施。 做营销不仅要懂得维持良好的口碑,也要懂得随机应变。 在营销过程中,各种情况都会随时出现,这就需要营销人员去备良好的心理素质。 一方面,更要有临场应对的努力,这样才能化福利为友谊,更好地解决M下的难题。 您认识吗? 愿意关注点赞。 行者。 行者。 是更好地的工具。 停于这么快就会放入巨箱树子。